Hello大家好,我是小静 果真天下真的是没有一顿白纸的早餐 实际是这样的 早上起来刚松松娜娜 我还萌萌松松的想着说再睡一个回龙觉 结果她一脸微笑的叫着我说 要不要一起吃早餐 哎呀,哇呀 动感受宠若惊 心里想着啥情况呀 这男人现在脑子开窍了 果不然正在我震惊的时候 人家突然开口了 说有一件事情 需要我帮着她参谋一下 我很正经的问 什么事情是需要我帮忙的 看这个伊朗小美女 在认真的介绍 来来来 先给你们放一些原因 先听听小姐姐是怎么介绍的 伊朗小美女就是简单的 对这个项目 今天要介绍 就是他们的特别支出 就是可以叫海上出租车 去哪个地方差不多10到10分钟 不会有堵车这种现象 关注小静比较早的亲吻 应该知道她很多工作 其中工作之一的话 就是卖土耳其的房子给伊朗人 这个项目这个项目其实建成的话差不多是17年了 其实18年的时候他们数卖过一段时间 但是因为好像是跟政府那边对接受出现一些缓解 然后那个房产证一直没有批出来 一直到今年刚刚这个项目完全是就是能拿房产倍了 有开始再次的叫卖 他之前有个伊朗朋友本来是想买我们隔壁的那栋楼里边的海景房 但是那个楼里边价格的话比这边要贵1.5到2倍 所以呢就是知道这边开盘之后呢立即让他过来给他选一套房子 这个房子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阿拉伯人开发的 也是想打造一个高大上的一个海景房 但是你看这个装潢就知道是比较老旧的 他们这边交房的话一般都是精装修 就是一般你换一下灯啊或者是甚至不换就买点床啊 一些家电就可以直接入住了 但是你们看他们的户型的话 就跟咱们国内的户型设计是很大不一样的 咱们国内是讲究的天方毕严方方正正的一些设计 但是他们这种的话就开放式的比较多 就是你看他们这个是四间卧室的 然后全部都是朝海边的 对边的设计了两三个卫生间加一个储藏室 大概下来的话有个三四百平 土耳其的话跟国内是一样的 它是有均摊面积的 不像其他国家是得房力是百分之百 这里边大概有个三四种户型吧 然后他是让我过来帮他朋友参考一下 到底是哪个户型的性价比比较高 这一套的话肯定是要pass掉的 这么大的房子一算肯定是好多好多个美金 不过来都来了 就跟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他们这个小区最大户型的这间房子 这个房子的好处就是阳台是真的大 几个屋是真的是全朝大海 请听外边声音 特别的安静 像我们那边临路的话 一开窗户的话会有些噪音 你看这边不临路 只有风声跟大海的声音 而且很安静 下面这个游泳池好像 但是好像刚搬过来一年不收费 一年之后就开始收费了 一年的话一个人要两千美金左右 你看 相当于这个房子就在海上面建的 这是四个半房间的 这不是游泳池 我以为这么大游泳池 游泳池在那边 相当于酒店免费使用 然后在这边买房子的话只能有一年免费 以后想要用的话就要加钱 然后如果你有私人船的话 你还可以停到那可以放你的私人的船 这边可以叫海上出移车 这一套就是比较小的 应该是在客户的预算之内 差不多也是有个八九十平方吧 其实使用面积的话也就是六七十平 他们的羊台的话 设计全都是比较大的这种通常的 然后一般他们喜欢在羊台上放个沙发呀 没事就在这喝个咖啡呀 看看海边 这一套房子的话 可能是我们中国人的审美 相对来说会方正整洁一些 外边刚好也没有完遮挡的实现的一些建筑 这个销售部卖房子还真的是挺奇怪的 它高层跟低层的价格楼层几乎是没差的 不知道为什么它会这样定价 以前我在国内前都是了解一下 就是中间比较好的楼层啊 到越高的话价格会比较贵一些 目前这个楼盘在售的话是有四个国家 为主卖的比较多 大家猜猜哪四个国家 这一栋呢是一个五星期酒店 现在他们这个游泳池的话 免费只针对在酒店住的 然后第一年过来的时候享受一年的免费 之后呢就开始收费 每年差不多就是两千美金吧 就是有好几个游泳池 就是室外的室内的 还有就是健身房 我们国人呢是不喜欢晒太阳的 海边紫外现在还是比较强的 在这儿晒半天 你要是不涂好防晒霜的话 那真的是会拖一层皮的 看这个就是室内的 这个就是泡沫 跟针房一样 这边就是冲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不是耳朵 是按摩的 这是一个征房 这个就是健身房了 反正这些泳池加上这些健身器 采用的话一年一个人要两千美金 好了 今天带大家就先参观到这里吧 我去帮他参谋一下 到底选哪个楼层 选哪个户型了 仔细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金关注 下期再见 拜拜